1 1 1 在哪裡在那 在那裡 爆炸地震 驚險一瞬間 搶救分秒必爭 重大災害總有不同應變 但若碰上的是這個 大同火山被學者認定活火山 底下沿江庫三分之一個台北大 這不僅是科學問題 對靜靜躺在山腳下的大台北 火山一旦噴發 大大威脅生命安全 這是大屯火山群的立體模型 假如火山真的噴發了 那麼岩漿就會沿著山的坡度 向下流 那首當其衝的 就會是山下的士林 還有北投這一代社區 通過空拍我們可以看到 不遠處就是山 而來到了這個位置 是受影響的範圍 也就是北投這代 看到滿滿的住宅區 人口也算相當密集 但對於火山噴發的防災 這裡的居民有做好心理準備嗎 不知道 政府也沒有監導 我不知道 就是大家往哪裡跑 你就往哪裡跑吧 防災是水災也好 火災也好 都有在辦 但是唯獨這個火山這種東西 其實怎麼去防 群潑火山嘛 那其實你說來 問我們山上人到底怕不怕火山 幾乎每個人大耳朵都沒在緊張 好像區羅索也有這個整個 緊急災害的一個應變方式 我們有那個活動中心 還有消防隊 最近一次火山噴發 距近五六千年前 沒發生過 沒概念 火山噴發四字 對民眾來說 離生活很遙遠 但及時救災 台北市不敢輕呼 2012年就定出因應對策 三級是數天到數個禮拜 可能會噴發 四級是數小時到數天 可能會噴發 五級的部分就已經在噴發 那這六級也通常會對應到 我們應變中心的 開設的極速 六級預警 噴發範圍 影響道路 伴隨火山碎屑物 地震土石流 北市消防局雖擬好計劃 準備火山災害兵推 但一切規劃進行中 距離大屯山最近的醫院 分局還是只能先按自己方式進行 送屋資金可以 所以會把民眾載出來 那載出來的話 他也要考慮那個天后 到底這個人不能挺 火山灰很多的話 讓你嚇死他 不用擴發這個瓶子 因為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火山灰塵 火山釀災絕非違言聳聽 大規模噴發 被台灣恐面臨火山灰籠咒 但臨經驗卻是事實 不過特別說根據火山 來特別開個專題 或開個演習 那其實大部分醫院 醫院端在演習這一塊 基本上目前不要只常規在運作的 都是火災 大量傷患 協助交通疏導 然後還有出散 以前沒有發現過 火山噴發這樣子的災害 所以可能就是要等到消防局 他們有規劃 救災SOP 基層坦岩 只能先靠地震防災一套 火山受到的關注 遠低於颱風地震 天災降臨能不能全身而退 對全民都是大考驗 所需要的民眾的數量 來開設我們所有的警戒案之所 當然假如說當台北市收容不下的時候 我們就會透過中央 然後請設計員 請新北桃園來進行幫我們安置 需要安置的民眾 內政部為主管機關 那實際上負責的是消防署 那我們就有積極的合格的部會 我們必須要在六個院裡 要把相關的執法要訂定完成 這些份證還沒有完成之前 發生了火山的災害 那就比照地震的災害 大同火山何時醒來 沒人說得準 儘管政府防災報告寫再好 無經驗少數據 民眾對火山認識更如同防災 政府做到哪 自己又能做什麼 終究是上坦丁